维州推出全新印花税减免政策,究竟谁是赢家?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澳台首席说 这个星期呢,我们讲一讲最近刚刚出台的最新的维州政府针对房产 尤其是新房买卖,或者说是新房买卖的印花税的减免政策 这次的政策力度呢,可以说是比较大的 也一改呢,过去一段时间 维州政府呢,因为本身的州政府的财务状况堪忧 导致呢,在地税和房产税上呢,科间杂税比较多 使得很多的房产的持有者,投资人等等的都是怨声载道的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它出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它结果会是怎样呢? 第一呢,政策本身的话呢,其实比较简单 在未来的12个月以内,从10月21日开始算起 那么在维州呢,购买新的高密度的住宅 什么概念呢? apartment, townhouse,甚至呢unit 买七房的情况下呢,不管这个房产价格本身是多少 都将会减免所有的印花税 而且呢,这个印花税的减免呢 不分是否是澳洲居民 这个和过去在印花税上的政策呢 是有本质差别 但这一次政策力度显然大了很多 它对房产价值的上限没有限定 它对海外的买家同时开放 那么政府的这个意图呢,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要解决现在所谓的housing crisis 也就是住房危机问题 由于目前维州政府的债务是非常高的 因此呢,为了维护维州的财政状况呢 维州政府在过去段时间是推出了很多对房产市场不大有利的政策 因为呢,州税里面呢,房产地产相关的税呢 是占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比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维州的整个房产市场呢 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这个呢,事实上在减少维州的房产供给 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啊 根据统计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 维州的租房的总的押金的数额在下跌 也就是说呢,很多的投资房被拿出来卖了 而不是在继续在市场上出租 因为呢,维州加征了更高的地税 更高的和房产相关的一些税务呢 使得整个的房产投资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使得目前市场上一防难求的情况是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延续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事实上的维州政府呢 是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权 来增加市场上的住房供给 而印花税的减免这个政策 最新公布的呢 是这套组合权的一部分 这套组合权呢 其中还包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维州政府呢 新推出了多达25个地区呢 将会释放更多的高密度的住宅 我们再去看这次印花税减免的规定 主要就是针对高密度住宅 也就是为了能够推应在未来的短期之内 可以开工的更多的新的高密度住宅的建设 可以最快速增加可供居住的房产的套数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组合权 维州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房屋供给 并不是为了振兴房地产市场 这个大家要非常清楚 因为呢 这次出台政策呢 只针对7房 针对原有的房屋 因此呢 这个汇集的面 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当中呢 它的整体的占比呢 没有那么高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上的 最主要的主角是二手房的买卖 而不是7房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政府说 这一次给到的印花税的优惠的总额 可能也就是5000多万澳元 5000多万澳元呢 它不算是个特别小数字 但对于州政府财政来说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从中也可以看到 真正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的总体的数量 并没有那么多 更多的是可以推动 无论是开发商也好 建筑商也好 还是潜在买家也好呢 投入和支持到未来短期之内 增加维州高密度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 那么顺着这个理解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次政策 它可能有利的呢 包括是做这个方向开发的一些潜在的开发商 甚至呢 建筑商也意味着呢 这种类型的建筑量呢 可能会增加 随之而来的是一整条产业链 从建筑商网上的到建材等等 一些二手房的持有者 尤其是高密度的二手房的持有者呢 他们并不一定能够获取更多的好处 甚至有可能呢 他们是处于劣势方的 因为如果买一套已有的公寓 或者townhouse是要交印花税 而买一套全新的townhouse 或者公寓呢 是不用交印花税情况下的 很多人可能会走向新房 那么这个对原本在墨尔本市场上 本来价格涨势就不算特别猛的 高密度的二手房市场来说呢 会是又一次打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这类房产的持有者 可能赚不到太多便宜 而且呢 这个只是一次性的印花税 维州政府呢 新提高的加征的这个土地水 Lantex呢 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二手房持有者 用来出租的这些房东来说呢 吃不到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优惠 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和实际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吧 因此呢 我们总结来看 这次的政府出台政策的主要目的 是推动新建一些高密度的住宅群 配合呢 州政府推出的新的一些 可以允许建更多高密度住宅的地区 那么这个呢 对于这些新建的高密度住宅 对于相关的开发商 建筑商 甚至上游的建材供应商来说 可能是一个利好 但是呢 对于二手房 或者现有的房产的持有者来说呢 这个利好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对于一些 二手的高密度住宅的持有者 如果最近想要卖的话 反而可能呢 会是一个不怎么利好的消息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澳台首席说的所有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